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讲《中感根本汇论》 前面这个课判大家应该清楚的 现在抉择任务的时候 抉择任务也是破任务的自信和破任务的能力 分在两个方面 然后破任务的自信我们在第九评当中 本诸评当中已经讲完了 现在破任务的能力 也就是说破任务对方认为有一定的依据 破任务的能力分三个方面 破任务的比喻 染和可染 破任务的世事 破轮回品 还破任务的所依 破痛苦品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那么今天还是讲食品 食品也就是说是染可染品 那么这个染可染品呢 从科判上了解的话 也是以理证广说和教证总结 然后以理证广说的话 破火和心自信称列合 然后以此理内推其他法 破何此所见的其他法 分三个方面 所见之之 何之 违平之间吧 他摩布伦布奇这里面说 好像违平之间 然后第一个就是破火和心自信成立 然后破避之能力 避二之色意 就是分三个方面 就是刚才那个破火心自信成立 分三个方面来选做 我们昨天就是第一个 就是破一体一体成立和破火心 就是他体成立 就是分两个方面来宣讲的 那么这个破他体成立的话 昨天也是宣讲了观察 破他体成立的话 就是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我看一体成立已经破完了 然后破他体成立的话 他体成立的略锁和广锁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应该是讲破离果之达 应该是那个 昨天破他体成立的话 以泰国而破和未接触而破 分两个方面 然后以泰国而破的话 就是发泰国和破离果之达 昨天发泰国 就是掠索和广锁方面已经破完了 然后今天就是刚才 以泰国而破 就是以离果之达夫 就是讲这个问题 那么离果之达夫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若如为然是名为可然者 而是但有心何无然可然 他这里这样讲的 对方认为这样的这种他体 在同时的时候可以成立的 同时的时候怎么成立呢 因为这个燃和可然 也就是说火和木材吧 那么这个火与木材的话 实际上是同时可以存在的 他们说比如说火正在燃烧的木材 实际上就是这个所燃 所以这个火它有热的本性 木材它可以燃烧的自性 因此这个燃和可然 在同一个世间当中 以他体而可以成立的 对方他就回答这样的问题 他就打这样的 刚才我们说破这个议题 已经破完了 但是这个议题的这种破的说法 他们对方不太承认 他们说虽然是议题 但是议题的话 也可以有能燃所燃的关系 因为正在燃烧的话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火 就是祈祷的作用它就是能燃 然后那个所燃的木材 也就是说是指的是木材 所以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对方如果这样认为的话 那么我们对他们的过患没有的 他这个过患的话 利过的这种大幅我们一破析完毕 就是破斥 怎么样破斥的话 若如为燃食名为刻燃灾 虽然你们宗派说燃食 正在燃烧的时候 这个名为刻燃灾 这个就是木材 比如说火焰正在冒出 我们放在那个火里面 当时正在燃烧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 现在我看灶里面正在烧火的 火焰里面的木材正在燃烧 这个就叫做苏燃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 当然我们名言当中 这也是不服人的 火焰木材之间还是有一种 能燃苏燃的家里的关系 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这样的家里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没有一个不空的 然后对方所认为的这样的能燃和苏燃 是有存在 这种道理完全是不可能成立的 怎么不成立呢 下面就是说你们正在燃烧的时候 所谓的木材是可燃的 这种道理一定也是不会成立的 怎么不成立呢 而是但有心 何无燃可燃 那么正在燃烧的时候 你们承认是有心 也就是说有可燃 那么有可燃的话 有什么东西燃这个可燃呢 有什么东西燃这个燃呢 你说正在燃烧的时候 那么它所谓的火是成不成立 那么这个火成不成立 那么下面观察的话 麦彭仁波切里面 按照现局论的观察方法已经观察了 他这里比如说火和木材同时成立吧 同时成立的话 你的木材到底以火来燃完了没有 燃完了的话 它这里所谓的燃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就是以什么东西来燃的呢 就是没有什么的 如果你这个木材的话 就是还没有燃烧 还没有燃烧的话 那么这个火也对它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所以这个火根本实际上是在它的本体上 是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因为燃完了的话 并不是正在燃吧 这个时候你这个不叫木材了 因为已经燃完了 已经灭完了 就像是女的儿子一样的 然后还没有灭的话 那么燃都没有燃 根本没有借助你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也没有任何道理 然后正在所谓的燃烧的话 燃和不燃以外 然后正在燃烧的这种 我们分别念当中可能有一点 但是实际上这也不是石油的 除了这个以外 真正的石油这样的燃 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你们所说的正在燃烧 这一点是完全不合理的 不成立的 怎么不成立呢 因为以什么东西来正在可以燃呢 根本这个火和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详细观察的话 就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方面的话 就是火和木材的话 就是成为不灌带的这种踏性 就是自体成立的 如果是自体成立的话 那么互相燃烧是不可能的 如果互相可以燃烧的话 按照中观的其他的这种能力 锁力当同的这种关系来推法 或者是是非相当的这种推力来推的时候 那么这个火和木材 或者是瓶子和柱子 瓶子和火这些就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是他体的关系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破的话 也是完全能破斥对方的观点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理解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利国之大福 已经破完了 那么下面就是为借主而破 就是为借主第二个科判 就是昨天太国而破已经讲完了 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为借主而破 就是分两个方面 就是发泰国和破离国之大 就是分两个方面 出现是发泰国的方式来破对方的观点 刚才说是火和火与木材 就是同时可以借主 同时可以燃烧 同时燃烧的话就是不合理的 怎么样不合理呢 下面是这样的 那么若一则不知 不知则不少 不少则不灭 不灭则常住 有这种推断 一般来说月城论师的现举论当中 他前前全部推后后 有这样的一种过程 比如说我们前面就是一提坡 一提坡的原因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的离国之大出现了 离国之大完了以后 这个大佛如果没有说清楚的话 接触不接触这方面观察 所以跟前面的 好像现举论的月城论师解释的方式来看 全部都跟前面 因为一般印度论师所解释 都基本上没有科判 但是他前后的连接一直跟前面有这样的关系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 意思就是说前面我们说是同时可以接触 同时不能接触 为什么不能接触呢 下面都是讲了 若以则不知 不知则不少 如果木材和火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话 完全是瓶子和柱子一样一体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不可能知 他这里知一般可能古代翻译的一种用法 他接触的意思 我们接触的意思 那么如果是他一体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接触 如果你没有接触的话不可能少得 两个不同的物体不能接触的道理的话 比如说《入菩萨行的智慧品》当中 也有一个叫不入则不合不合则不语 有这样的推断吧 觉着什么呢 觉着受念珠的时候 人与人的身体我们表面上认为是有接触 但是中间只要有未成的时候算是还没有接触 所以不入则不合 不合在不诸 无分而能于云合有此理吧 有这样的教理意思就是说 根本没有合合过 没有合合而所相遇的这种道理根本是没有的 根本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推断吧 这种方式来推断的话 如果真正是两个物体 行之不同的两个物体的话 那么它根本不可能有接触的 不可能有接触 既然他们两个从来没有接触的话 那么这个货怎么会是能烧新财呢 怎么会烧木材呢 既然你没有烧的话 那么这个货通过木材具足的时候 有燃烧的情况 然后木材不具足的时候 货会有灭尽的情况 但是你的这种货从来没有以木材的因缘而产生过的话 那么它的毁灭也不可能有的 既然它的毁灭都没有的话 那么最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个货永远都是已经不灭了 永远在这个货不可能灭了 就是有这种过失了 但是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名言当中 当然这个货又生又灭 应该是可以这样承认的 但实际上这个生意当中 这个货的本性也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货永远都是不灭 它存在的话 那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它这个道理上 我们不管是活与木材的关系也好 然后能灌带的这些法之间的关系 以智慧来分析观察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空的法 一切万法应该是通过这种智慧来分析 分析的时候全部会抉择为空性的 当然空性的证悟方式方面 麦彭仁波切在《定戒报道论》当中也讲了 总观主要是以推敲为主 就是以各种利面推断 这个是总观推力的 总观正无空性的一种方式 然后无上密法当中 依靠上师的窍诀 依靠上师的窍诀 然后安住在本来的心的本体上 然后通过窍诀而认识自己的心本来面目 这就是无上密法的特殊教言 实际上必须要 不管是现中还是密中 必须要通达心的本体做是空性的 如果你没有通达这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所谓的解脱不可能有的 因为轮回当中的束缚的根本因就是执着 如果你没有断掉这样的执着 根本不可能解脱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活与木材的关系也好 其他人和关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 应该我们平时认为的这些执着全部是假的 我们自己的这种言而逼色生 就像《撒谋帝王经》里面所说的一样 言而逼色生根本不是正量 作为正量那真是不合理的 现在的有些佛教也是 今天我看见什么事经常听讲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好像我们学佛的目的一样 但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如眼看到的有什么可靠的呢 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 我们如而听到的这个呢 就是有什么可靠的呢 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 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 言而逼色生不是真正的感觉 既然我们有些人好像有些学密的人 也是整天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是一直讲我梦见看见什么 我白天看见什么 就是看见这个围主 当然这个《无常密法》当中也是有些窍诀 有一些惯明的这种有 但是这个必须在本来清净的基础上 才可以说得上的 如果你心的本性的这种本体也是 就像《中国根本会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没有正道空性的话 所谓的这些明点 佛像 光芒这些来源 圆圈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所以全部都已经成了公众旅客了 这样以后我想我们很多修行 要打好非常结实的基础是相当重要的 尤其是正悟空性必须要有一种中观的观察方法 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再三地讲过 这个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讲确实是不可缺失的 这次通过我们活与活 活与木材之间 接触和不接触的这种关系的话 先一定要通过观察来抉择空性 抉择空性以后才认识到 真正的一切万法的本体和心的本体 这样一来你的修行没有任何过错 也是非常保险的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记住 刚才给他们发泰果的时候一定要懂得 所谓的火 木材两个是不可能接触 不接触的缘故它不会烧 不少的缘故它不会有灭的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不灭 火已经藏住了 那么对方也可能就没办法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里我们对他们发泰果 发泰果的时候第二个就是破离果之大 破离果之大分两个方面 我这个科判上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方之大和破离之大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对方之大 对方之大富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火业木材不可能接触 而且不可能燃烧 这样的道理给他们已经讲了 然后对方有点道理的话 对方认为是不合理的 燃于可燃义 而能知可燃 此人知彼人 彼人此此人 那么他们对方是这样回答的 由补宗说你们刚才说是火和木材不能接触 这种说法是不能合理的 燃于可燃虽然是一体的 木材和火虽然是一体的 但是可以 而能知可燃 而这个火可以接触他 这个木材和火虽然是他体的 虽然他体的关系 但是他可以接触的 如此人就像是我们世间人 比如说戒律当中 经常也是说男人女人不能接触 等等有这种规定一样 那么世间人就是此人 男人接触女人 女人接触男人 这种说法也是名言当中存在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 这个火就是接触木材 木材接触这个火 这两种情况并不是不存在的事情 应该是可以存在的 对方是这样说的 暂文就是 此人知彼人 彼人男人 男人接触女人 女人接触男人 也有这样的颂词吧 好像银圣法师他也说颂词当中是这样的 不知道他看到的颂词是什么样的颂词 好像韩文里面的这个颂词是这样的 但是可能《勤辩论诗》那个里面 我没有详细看 那个里面也可能是 原文里面也可能是这样吧 《勤辩论诗》的话 昨天我们那个可然评的话 他也是用信货品 所以跟赞文就是比较相同的 因此你们韩文上面不太特别好懂的 有些反应方面的道理的话 一方面我赞文的反应 这样看也是比较合理的 另一方面 《勤辩论诗》的有些译文比较好懂 虽然当时他在诸诗里面 有些觉得特别难懂 但是他的诵词好像觉得比有些《勤辩论诗》 还好懂 有这种感觉 因此我们前面的《然和可然》 他一发方面也这样讲的 所以不知道阴森他们说是哪个诵词 这个韩文《勤辩论诗》的诵诗里面 他没有直接说男人女人 这个就是对方的答复 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 破壁之大福吧 破他的答案 破壁之大 若为然可然 而具向力者 若是然则能 之曰必可然 他这里说你们这样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所谓的然和可然 就是刚才祸和木材 而具向力者 如果像刚才男人和女人一样 男人女人的话 他对方也承认 他们都是不灌带的这种两种法 那么不灌带的两种法 名言当中加厉的这种接触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祸和木材是需要灌带的 它是必须要有一个因果关系 一个没有的话 另一个不可能产生的 比如说能少的祸不存在的话 所少的木材 观带而言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你们所谓的然和可然的关系 就像是男人和女人一样 理想他的性质完全都是不相同的话 如果完全是不相同的两个物体的话 可以接触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是然则能 至于必可然 他这个颂词里面有一种 凡文的语气来破的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所谓的然可然 或与木材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男人女人关系 互相不灌带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祸能借助于可然的木材 这样说的话也可以说得过去 但实际上不可能的 所以颂词上虽然没有直接的破 但是讲义里面的话 不管是贤举论 还是在清遍论师的般若当中 都这样破的 但实际上这个根本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你们所承认的男人女人 实际上是互相不灌带的两个比喻 然后我们这里的祸和木材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灌带 不灌带的话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不成立 因此这个比喻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语意不成立的道理 以这种方式来破的祸 他知道了吧 刚才对方的比喻根本不成立 因为男人女人不灌带的两个法 如果不灌带的两个法存在的话 他借助的话也可以 我们名言当中承认借助 这个祸和木材借助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这两个一个不灌另一个不可能罪的 比如说能烧的祸不存在的话 所烧的木材怎么存在 所烧的木材不存在的话 能烧的祸怎么会存在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有相互相成的灌带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灌带的话 那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这个问题以这种方式来破的 然后我们下面刚才破壁之能力 就是破壁之能力分两个方面 破灌带之能力和破限量之能力 破灌带之能力和破限量之能力 然后破灌带之能力分四个方面 破前后之灌带 破同时之灌带 第一个破前后之灌带 然后破同时之灌带 还有破成与不成灌带 然后摄意 第四个问题是摄意 第一是破前后之灌带 第二是破同时之灌带 第三破成与不成之灌带 第四是摄意 首先从灌带的角度来破的 首先第一个破前后之灌带 前后之灌带也是分两个 一个是反文 正破 第一个是反文 第二个是正破 破前后之灌带分两个 一个是反文 正破 第一个是反文 若应可然然 应然有可然 现定有何法 而有然可然 他这里反问他们 问他们吧 以反方面的语气来问他们 那么问的是什么呢 若应可然然 应然有可然 那么如果你对方若可然然 依靠什么呢 可然是木材 木材而存在火 然后以火有木材 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 木材先存在 然后有火 或者是火先存在 然后有木材 火先灌带吧 比如说先有木材 然后有火 或者是先有火 然后有木材 以这两种说法 现定有何法 首先你能灌带的哪一个法存在 而有然可然 然后有然法和可然当中 是哪一个存在 我们首先是在这里这样问的 你说木材现存在 比如说 依靠木材而产生火 或者依靠火而产生木材 那么我们先给你问 木材那个现存在 还是火现存在 火现存在 还是木材也现存在 这个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现定有何法 首先能灌带的何法 依靠他所灌带的何法 然和可然当中是哪一个存在 我们这种方式来问对方 然后对方的话 当然如果说是木材那个现存在的话 这个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然后火现存在的话 这个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我们先后的方式来观察 也是实际上对方的观点 可以能破斥 那么下面真正破他的观点 刚才前面说 我们光是给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说是火财和木 先后灌带而成立的话 到底是现存在木材 还是现存在火呢 到底你回答给我什么样的回答 我们这种方式来问的 然后下面就真正破 若因可然然 则然成复成 是为可然中 则为无有然 那么如果对方认为可然然 就是依靠可然而产生然 依靠木材而产生火 这是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讲的 木材现存在还是火现存在呢 他们认为应该是木材先准备吧 比如说我们要中午做饭的话 先留份准备 留份准备以后 然后就开始点燃火 不然的话先火准备 然后木材后面有的话 那这个可能很多都是没有必要了 火有的话这个木材用什么呢 根本不需要了 木材准备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生火 如果火已经有了那木材有什么样的必要呢 肯定没有什么必要 一般藏人有时候木材特别多地堆在门口的时候 是不是你烧自己的尸体 你是不是先准备烧自己的尸体 有这种说法 有些看不惯吧 他这里因为可燃而有燃 依靠木材先有木材 然后有火吧 然后有火 那如果这样的话 则燃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翻文 可以这样破吧 怎么样破呢 则燃称呼燃 那么木材存在的时候 你的火存在还是不存在 如果你说木材存在的时候 木材存在的时候 火已经存在 火已经存在的话 那么最后燃火没有什么必要了 复成又再次产生的过失了 这样责燃的话 责火又再次产生的过失了 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是谁都不会承认吧 因为木材一般名言当中 木材先准备 木材准备的时候 火还没有起 火还起的话 好像有再次木材产生的火 第二次有再次产生的火 有这个过失 所以对方不敢这样承认 如果你承认的话 有再次生火的过失 如果我们准备木材的时候 火还不存在 火还不存在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木材和他们两个需要灌带的话 同时两个物体没有存在的话 一个不存在是不可能灌带的 不可能强和而产生的 所以比如说一个是生女的儿子 一个是柱子 那么柱子灌带生女的儿子而燃烧的话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不可能的 因为火现在是无事法 现在无事法的话 那么不可能是依靠木材而产生的 他这个意思 后面这个颂词的意思 他这里说 事为可燃中 则为无有燃 如果这个火先不存在的情况吧 第二种情况先不存在的话 那么你的可燃当中 木材当中无有燃 不会有灌带火的情况 为什么呢 你木材的时候这个火还不成立 还不成立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能燃所燃的关系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虽然你木材的因来已经存在了 但是所燃烧的这个火现在不存在 现在跟那个生女儿子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话怎么会有这个产生呢 不可能有的 所以这个推理方法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刚才那个我们先问吧 翻问的时候 火和木材当中是哪一个现存在的 当然对方不可能说是火现存在 不然火现存在的话木材就没有什么用了 然后对方说是木材肯定那个现存在 那么木材现存在成立的时候 这样承认的时候我们又翻问到 那么木材存在的时候有没有火 如果说有火的话那木材就没有用了 火又再次产生的过失了 如果你说木材成立的时候火还不存在 火还不存在的话 那火的这种本体跟生女儿子没有什么差别吧 那这样你有三辆卡车的木材放在那里 一个火星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获得本性就是无事法的缘故不存在的缘故 不存在的法依靠有事法来产生的话 那么我们依靠一车木材 舌女的儿子也是在木材上面可以降生 然后我们举行一些仪式 今天舌女生孩子了一定要像印度一般生孩子的时候 每次都有一些举行圣诞仪式 应该有这样的了但是不可能吧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成立你们对方的观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讲破同时不成立的道理 同时的观带不成立的道理讲 下面我们用念传承的方式来讲译吧 第二个问题破离国之大夫 若如未然是名为可然者而是但有心何无认可然 如果对方辨别到虽然木材也活为一体 但也并不是说没有木材却必须产生活的 即使持二者是一体但没有木材就没有活 他们对方我们前面遗体的方式来破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服他们认为这种遗体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他认为这个遗体同一个世间当中的遗体 不然有什么缘故而是火燃烧的呢 那如果你不承认的话我们这个祸是怎么样燃烧的 他的意思应该这样说的 祸所少的自信就是木材 祸所少的自信就是木材 木材有这种能力 祸也是必须依赖木材才能得到的 祸也是依靠木材实际上祸可以燃烧它 所以他们并不是各自古力而存在的 他们不是各自 互相应该是灌带的 必须以祸相连性才能称之为木材 祸也是必须依赖木材才能产生 他们具比相互灌带的关系 并不是如同品质与普罗之间毫无灌带互相塌体 不是这种关系 所以也不会有过失 其原因是 如果我们这样承许 火必须灌带于木材 因为正在燃烧的才是可燃的木材 所以以上过失根本是没有的 意思就是他们同一个世间当中应该有能灌带和所灌带 而且火正在燃烧的就是木材 这样认为的 那么下面菩萨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正在燃烧的只能称之为木材 而其之之外为他提的火并不是存在 由于什么而使木材称为可燃呢 我们就问他 那么你说是正在燃烧的话 以什么道理就是说是它是真正的可燃呢 怎么说是它是所燃烧的所燃呢 所以无能为力 如果所谓的正在燃烧时 木材摄取了原有的本体而成为火 在除了火以外没有其他的木材了 这个所谓的所燃也不能说是 因为木材原来的本体都已经射完了 现在的完全已经变成火了 这个你没有什么所燃了 火就不能对自己所燃吧这个不能说的 如果是木材并未舍弃原有的它的射体 而住于火当中那么火有怎么会是能燃烧它呢 这个也根本不可能的 我想这种推理相当好 其他很多推理当中没有这样 这个原因没有讲清楚 但这个一般约成论师的例证 他这里为什么同时不能燃呢 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认为 我亲眼看见这个火正在燃烧木材 有这种想法 但这个观点不成立的意思 那么火又是怎么为人燃烧木材呢 他们互相之间并没有观念 成了护部灌带的本体 就像是东方的火与西方的木材一样 真正从实体上这样成立的话 不得不承认这个道理 先说其他的有损资理 他这里我们刚才是借助不借助的道理来破的 果然是以这种方式来破的 所以我课谈这方面理得 但麦彭仁波切他这里以其他的能损资理来破的 那么这个真破和利果之大福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若益则不知 不知则不少 不少则不灭 不灭则藏住 因为火与木材与互相一体 在此而在任何时候都是同阳光和黑暗一样 不能互相接触 如果不能接触 若火不能熄灭则其自身的成为恒舌的燃烧 藏住不灭的法拉 可能没有听过中国的人一会儿说是火不灭 一会儿说是火藏住 到底什么意思 可能有这种感觉吧 一会儿说 火永远都不灭 一会儿说 火永远都是不会退 永远都是坏坏这种说法 实际上如果不灭带这样那接触也不可能 接触不可能 燃烧不可能 燃烧不可能 灭迹没有的话 火就不会有灭失的情怀 这样的话 商店也不用说 现在什么萤火虫找不到 灭火器找不到 整天都是不用这方面考虑了 火天天都是有的 凡是我们厨房里面的火永远也不会灭了 有这种过失了 如果灭的话当然有很多的过失了 下面是利果之大夫 燃与可燃业 而能治可燃 知此知彼人知此人 如果对方认为 如同与此女人可以接触彼男人 彼男人可以接触此女人一样 虽然在牟财之外或成立为他的 但或仍然是可以与牟财接触的 对方观点是这样的 若为燃可燃而去向力者 如是燃者能治愈必可燃 如果活与牟财如同男人与女人一样 互相不灭带 一再可以舍弃或者超越利益者 而成为各自的本体 男人与女人 他这里以对方观点的角度来讲 完全是不灭带的两种塔体物 正是活在牟财之外成立为一体 也能如男人与女人一样可以与牟财相接触 这个是颂词上的意义 然后下面真正破他的意义 在颂词上没有这样说的 然而这种前提是不能存在的 所以你们的这种比喻和意义尽然不同的 完全不合理的 你这样的比喻来接触的话 你根本不灭带的一个比喻 说是灭带的东西作比喻 那这个是根本不合理的 下面是灭带而成 破灭带而成分两个方面 第一则破前后之灭带和破成与不成之灭带 还舍以成立之与 那么他这里灭带破了 灭带破的时候 好像隐身的讲义里面 灭带分了四种 比如说同带 别带 定带 不定带 同带就是长和不长的一样 别带就是长和短一样的 他长和不长的话就是长的东西 其他所有的法作为他不长的东西 长和不长他同带 不知道这个处处是什么样的 有时候看到还是有一种道理 他灭带的话 一般来我们来讲 互相应该有实质的灭带和无实质的灭带 这方面移民当中也可以分的 但这里他还有比如说定带 定带就是舍和舍法一样 那么不定带 他跟刚才前面的通带基本上一样的 长和不长的所有的法一样 凡是不长的法作为他灭带的通带方面这样的法 但不知道这个来源有什么的 但你们自己也看一看 他灭带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分 实际上所有的灭带一个是因和果方面的灭带 一个是同时的灭带 这个我们讲移民的时候也是有的 比如说种子和亚它是能生所生的灭带 这种灭带不一定要同一个世间 如果你没有父亲的话不会有儿子 他不是同一个世间 但是互相一定要灭带 它是能生所生的因方面来讲的 一个就是依靠案例方面来管理 比如说慈善和弊善 慈人 弊人或者这个 哪个 这些就是同一个世间当中的回向灭带 一般隐民那边同时和非同时的灭带 非同时的灭带有能生所生的关系 应该由这种方式来理解 但是他的解释方法希望你们自己也是应该分析 我们现在正在分析中观的时候 还是主要的精力放在中观当中 然后时间是很短暂的 这一年当中如果精进的人来讲 我想是在中观当中真的得出很多的智慧 如果不精进的话 五六个月一会儿就过了 到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 什么都没有动到也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这个灭带方面你们自己再看一看 他前后的灭带就是这样的 若饮可燃燃 饮燃有可燃 限定有何法 而有燃可燃 如果对方认为如果活跃木材 相互举摆灭带的关系 则他们应该是存在的 如果他们自身不存在在灭带也是不合理的 如同侍女的儿子与女儿存在互相灭带的关系 有没有合理呢就根本不可能合理的 所以因为燃和可燃 他存在的缘故肯定有灭带的 那么我们下面翻文他 我刚才的科判当中 我刚才分的科判的翻文 佛呼论师的讲义里面还是有的 佛呼论师的讲义里面 他前文用翻文的方式来 然后后文进行破词的方式来讲的 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讲义里面已经引用了 我这样分析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现在我找到了 本来前一段时间有几个讲义 每一个都是这样看一遍 每天所讲的看一遍 后来又找到一个叫做特登加姆处 特登加姆处是一个 以前拉拉勤士仁波切家乡的一个浪漫 他写的一个《中观根本混论》的讲义也不错 只不过是有点劣 然后又找到《现局论》 这样每天都是五六本看一遍 还是有点费劲 但是觉得还是很快乐 我也想除了这次以外 《中观根本混论》讲的机会有没有也不知道 但是自己过一遍也是像龙猛菩萨这样的论典 解释佛陀的名义这么殊胜的法 在末法时代的时候读一遍也我觉得还是很有 怎么说呢 应该有福报的 自己这样认为的 若因可然然 则然成佛成 实为可然众 则为无有然 如果称许 牡才所先成立 然后关带牡才而成立火 这个我们大家都这样认为 先牡才成立 然后成立火吧 然而既然火都没有成立 在所关带法的牡才不能成立 关带也是一排火焰 因为他所关带的火都没有成立 牡才先成立的时候 所关带的火没有的话那就无法关带了 如果火已经成立 再次来牡才时期所谓的火要成立 就会成了 根本没有意义了 再次成立的过失了 如果火已经有了 但这个对方也不可能成立 牡才成立的同时的时候火也成立 那不可能 不然我们门口上堆牡才的时候 牡才全部变成一片火焰 然后牛粉碰全部都已经变成了火焰了 这个谁也不敢承认了 这样一来你们所承许的火 在之前首先成立的所分的牡才 就成了不管带火的牡才了 如果这样成立的话 这样一来也可以说 或者它另一种可能是利益中吧 刚才那个如果在这个 或者跟在前面这样推断 发泰国的方式来这样讲的话也是可以吧 那么这样一来你们所成立的这种牡才 成了不管带火的牡才了 不管带火的所少的牡才有没有呢 这个不叫牡才 一般牡头可以说 但是牡才不用说 因为牡才的话 火燃烧它的这种财可以叫做牡才 但是你这样的牡才不叫牡才 因为任何不灌带火的缘故可以这样讲 这样你们所承认互相灌带的关系就已经消失了 刚才第二句的内容 那么下面就是 种者 如果灌带的法不存在 则灌带此法也是不合理的 如同不存在以土交作为所灌带的法一样的 比如说牡才就是现存在的 然后这个火不存在就是土交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能灌带 所灌带的关系呢 根本不会有的 反之如果所灌带的法是存在即已经成立 又怎么需要灌带另一者首先要成立呢 这个也没有必要的 一再成立的话 那么另一者还没有成立的话怎么灌带呢 就是不可能灌带的 所灌带的法没有诞生之前 所灌带的法也是在此之前没有所灌带的另一者法 一个法还没有成立的话 另一个在他的前面成立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就不能成立 如果可以成立那么有时随时其成立的呢 其能力并不存在如同没有父亲的儿子一样 因此如果牡才属现成立 则其并没有正在燃烧 并且非牡才 草物等也是成了牡才了 比如说牡才属现成立 他没有正在燃烧的话他不叫牡才 如果他也可以叫牡才的话 那么世间的草物 钢铁所有的石头 这些都是应该变成牡才了为什么呢 你没有燃烧也是可以称之为牡才的缘故 可以这样来推 如果乘虚火在之前成立也是不可能的 火在牡才的前面成立的话这个也不可能的 如果此能力成立的话 在火的产生就成了无影了 那么火就不用影了 牡才前面的火都已经存在了 并且无需灌带牡才的道理也可以顺利 以不需要牡才的道理来破它 顺害它的话 也就是对方根本不会有任何正确的答复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视频里面的作业 第一是 然可然的含义有何解释法 以教证说明 龙肃为什么宣说持平 然可然的含义有何解释 然后以教证说明 龙肃菩萨为什么宣说持平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以教证说明 龙肃为什么宣说持平 第二 如何对方认为火与木材 承许一体或者他体有过失 意思就是说对方如果承许木材和火星 就是一体或者他体有什么过失 对方若承许木材或成人他体或者是一体 有何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 这是第二道题 对方如果 或者我们也可以 对方也可以 凡是承认木材和火星 他体或者一体有什么样的过失 第三 你认为承许他体有几种过失 你认为按我的分析 昨天七个或者八个这样讲了 但是你认为是这样过失 那么这些每一个过失意义说明 你认为承许他体有几种过失 请一意说明理由吧 理由光是讲一下写一下也不行 应该自己想 然后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说正在燃烧的不是木材呢 第五个问题 如何观察才能彻底了解 或于心从未借助之理 如何观察才能彻底了解 或于木材从来没有借助的道理 怎么样观察才能彻底了解 彻底了到什么呢 或于木材从来没有借助的道理 这是第五道题 然后第六道题 火心若非同时观带有什么共识 火和木材如果非同时观带有什么样的过失 非同时观带有什么样的过失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火心若未来的范子 火心若未来的国家 火心若未来的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